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给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在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之后呢 社会保险呢 它是由四大险种组成的 分别是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逐一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内容 基本养老保险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星级考点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基本养老保险它的覆盖范围 基本养老保险呢 它是一个大的名字 它进一步又细分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你一看它细分的这个名字 很明显它们的范围也就出来了 凡是上班的 那基本上就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了 那那些不上班的呢 那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了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参加工作的职工 都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呢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好了 是吧 这一块呢 它又进一步了细分 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的是所有类型的企业 及其职工 当然这个企业里也包括执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及其职工 比如说出版社 出版社呢 原来是属于事业单位 而且是属于由财政拨付经费的事业单位 但是后来呢 它改制 现在呢 开始执行企业化管理 那么一旦执行企业化管理了 那这个保险你就得自己交了 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改范围了 那么不包括的是谁 不包括的是公务员 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 所谓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 指的就是那些由财政拨付经费的事业单位 比如说公办学校的教师 就是属于这一类 他们的养老保安法是由国务院规定的 它是由公务员法来规范的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叫双轨制 双轨制 当然我们在这儿还不去探讨双轨制的并轨问题 这个并轨问题 它的政策是要逐步的推进的 那我们现在执行的也叫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具体内容咱们的考试大纲上没有劣势 我们也不给大家做过多的废话了 总之一句话 你记住了 凡是上班的职工 除了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 那其他的人都是属于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的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 大家要关注一下 这个是我们考试当中 客观题题目比较多的地方 灵活就业人员指的是谁 指的是那些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 挑单班呢 是吧 还有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保的 非全日志的从业人员 比如说咱们的兼职会计 就属于这一类 对吧 自己兼职好几家公司 来帮人家记账 没有在任何用人单位参加社保 自己去教 这就叫灵活就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保的 闲种包括两个 第一个是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个是基本医疗保险 他们是没有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 没有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因为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交 个人不用交的 而失业他们有业吗 谈不上失业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这两个限制 只有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 好 那么接下来 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它的特点 第一个你不能是职工 如果是职工就归到那一类里边了 第二个不能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由公务员法单独规范的 第三个 就是除了上述人员以外的年满16周岁的非在校生 注意 在校的学生是不需要交纳养老保险的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老 对吧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搞定了 后边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 基本上也都搞定了 他们大同小异 小异区别在哪 区别在公务员和在校生 我们所说的双轨制指的就是养老保险的双轨制 医疗保险是没有双轨制问题的 所以公务员 他也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 而学生虽然不需要上养老保险 但是学生在学校里面是可以上医疗保险的 他们是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在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这一块给大家多说几句 到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 那后咱们就不给大家废话了 大方向上同名字去记 一个是职工一个是居民 上班和不上班分成两类 那么上班的里边把公务员剃除出去 那不上班的里边把在校的学生剃除出去 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好往下来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范围的 有谁 A国有企业及机职工 B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 C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 D城镇私营企业及其职工 你只要是企业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及其职工 都是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我们讲了吗 上班的 把谁踢出去 把公务员踢除出去 是吧 剩下的 就都是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全选 好 接着来再看一道多选 说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下列人员中 其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由个人交纳的 有谁 那 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由个人交纳的 那只能是灵活就业人员 因为如果是在企业工作的人员是单位交易部分个人交易部分 对吧 那A选项呢是城镇私营企业职工那是企业交易部分职工交易部分 B是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 这个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C选项 未在企业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这个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而B选项叫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职工 那是事业单位交易部分职工交易部分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B和C 实际上这道题考的就是问你哪些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好 接着往下来 看一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 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呢 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分别是单位交费部分 个人交费部分和政府补贴部分 其中单位交费部分 它是放在锅里的 就是你交的放锅里 我交的放锅里 他交的也放锅里 那这个锅我们将之称之为叫统筹基金 而个人交费部分 它是放在碗里的 是吧 你交的 放进来 放你碗里 那我交的得放我碗里 他交的放他碗里 对吧 所以个人缴费部分 是进入个人账户 记住 统筹基金是个锅 个人账户是个碗 那么将来等到退休的时候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时候 你每个月领的钱 是从碗里边挨一勺 从锅里边挨一勺 它是这么来领 那注意 个人缴费 进入个人账户 原则上个人账户 是不能提前支取的 但是这个是原则上 它是有例外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赵 移民了 他不当中国人了 那在移民离开中国之前 是可以将个人账户中的金额取出来的 它确实有利了 第二 其计量利率是不等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而且这个是国家鼓励行为 所以是免征利息税的 同时我们说 割到碗里的 就是你的 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 因此即使参保的个人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死亡了 那么这个账户里的资金 也是依旧可以集成的 好 那第三个是政府补贴部分 政府补贴呢 是当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 由政府适当的给予补贴 但是这个并不属于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就是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 好 提示大家注意 如果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这个跟医疗保险是相同的 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分段计算 然后统一支付 所谓的跨统筹地区就业 我们通常是以一省为一个统筹地区 那比如说老赵 是北京人 后来呢 他们公司业务发展的比较好 安排他做上海分公司的财务经理 调到上海去工作了 是吧 那这种情况 我们说就是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了 你的户口所在地 跟你的保险关系所在地不在一个地方 对吧 而且呢 大家会发现老赵呢 原来是在北京工作 他干了一段时间 他在北京交了一部分保险 然后又挪到上海去干了一段时间 又在上海交了一部分保险 那未来也有可能导致公司再发展 比如说公司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然后呢 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一个分公司 把老赵又安排到新疆去做财务经理 老赵美坏了 听说那块的羊肉串好吃 是吧 然后哈米瓜好吃 那棉花也好 那什么都好 是吧 乐不颠的就跑过去了 哎 发现了吧 个人他可能在一生当中会跨多个统筹地区就业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没关系 养老保险基金的保险关系 是随着本人的转移而转移的 你在北京工作 在北京交 在上海工作 在上海交 将来到乌鲁木齐工作了 那就到乌鲁木齐去交 他的缴费年限是累计计算的 都会给你算到一起 不是说你到上海工作了 北京这块交的钱就不算数了 不是这样的 那么当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 他的基本养老保险呢 他的保险金呢 是分段计算 你在北京这一段 在上海这一段 在乌鲁木齐这一段 分段之后呢 最终由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统一计算出一个金额来给你支付 因为毕竟每个地区啊 他的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交费标准和最终领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好 接着往下来 看题 这是一道判断题 说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是累计计算的 不会断档 没有问题 正确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计算 他的计算公式呢 我们只要求大家去计算个人养老账户月储存额 每个月你的个人养老账户当中 他的月储存额由本人交纳的这一部分是多少 只需要计算这一点就可以了啊 那是本人的月缴费工资乘上一个缴费比例 所以你要想计算个人养老账户每个月由个人缴费部分储存进去的这个金额 你要确定两个内容 第一个要把本人的缴费基数确定下来 第二个要把缴费的比例确定下来 这个缴费比例呢 你不用管 因为考试呢 这个比例呢 他是会给的 单位是16% 个人呢是8% 所以如果要求你去计算单位缴费部分 计入统筹基金的储存额 那就用16% 那如果是计算个人养老账户的月储存额 那就用8% 当然这两个比例我们再说 不需要计啊 这个考试都会给 不用管他了 所以事实上 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 主要是把本人的缴费基数搞清楚 本人的缴费基数呢 一般情况是以职工本人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 作为缴费基数 说我今年8月份涨工资了 今年8月份涨工资了 对你今年的保险是没有影响的 影响的是你明年的保险 因为保险他的计算基数 是以你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 当然如果是特殊情况 作为一个新职工 他起薪的第一年 没有上年度平均工资怎么办 那我们就以起薪当月的工资 作为他的交费基数 这是一般情况 那特殊情况呢 特殊情况就分成过低和过高 两种情况 所谓的过低指的是低于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60%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以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60% 作为缴费基数 那如果是过高 指的是高于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那我们就以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作为缴费基数 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在哪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我们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那块 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时候 我们那个的计算基数 它也有下限和上限问题 对吗 那块的上限 跟这块的上限是一样的 都是三倍工资 而那块的下限 跟这块的下限一样吗 不一样 经济补偿金的下限 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而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储存额 它的计算缴费基数的下限 是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60% 所以同学们 考试的时候的陷阱点就来了 真正的陷阱点 就在这个位置上 真正的陷阱点 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把图给大家画出来 你再去明确一下 工资基数 如果低于了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60% 也就是低于下限 那么要按照下限来交 如果高于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那么要按照三倍 来作为缴费基数 如果是在区间之内的 就是以本人上年度的 月平均工资 或者起薪当月的工资 作为缴费基数 对吧 现景点 我们说一再强调 就是这一块 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给你多组数字 你得知道 到底用哪个来计算 比如说告诉你 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 是3000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比如说是1600 老赵的本人的工资 比如说是1700 这是平均 这是最低 这是本人 同学们 如果要计算离职补偿金 用哪个数算 如果是计算离职补偿 那你得用这个数算 因为离职补偿的下限 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而老赵自己的工资 1700 是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所以你得按他本人工资算 对吗 但是如果要求计算 个人养老金 个人账户储存额 它的下限是多少 下限是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60% 那3600应该是1800 因此这种情况下 这些数字都不能用 我们要用1800来算 这1800怎么来的 你得知道 所以真真正正的先进点 考试的时候 到底用哪个数据算 在这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 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 允许缴费人在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60%至三倍之间 选择一个适当的缴费基数 现在对于灵活就业人员 我们的缴费 实际上并不限制 如果说你想多交 你可以按上限来 那如果你想少交 你也可以按照下限来 那中间的档位 你都可以进行选择 根据个人的需求 所以是非常灵活的 既然是灵活就业人员 那么就处处体现了灵活 你说了算 但是你说了算 你不能低于下限 当然你说了算 你说我特有钱 我按照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10倍来交 行不行 不行 他也有上限 好 那么缴费比例呢 是20% 这缴费比例 20% 虽然全都是由个人出 但是对不起 这个钱要一分为二 其中 8% 寄入个人账户 放到你的碗里 而剩下的12% 要放到统筹账户 要进入过里 注意啊 这个20%的比例 是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呢 其中12% 进统筹 8% 进个人 好 看题 说假公司职工孙某 已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月工资 15000元 已知假公司所在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4000 月最低工资标准2000 计算假公司每月应从孙某工资中 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下列算式当中 正确的是谁 算个人缴费 那么计算个人缴费的话 个人的月工资是15000 当地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000 那下限和上限你知道吗 下限是60% 上限是三倍 4000的三倍是12000 老赵的工资是15000 显然是超过上限的 超过上限要按上限来交 所以应该是用4000乘以3 然后我们说了比例不用计 为什么呀 因为题目里边的比例并不是考点 它都会在列势当中告诉你 因此正确答案就是B选项 就是B选项 好 再看一道单选 说某企业职工王某的月工资为1200元 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400 最低工资是1100 问你王某每月应由个人交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是多少钱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得知道用哪个数字去算 下限是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是吧2400乘以60% 261200 4624 所以应该是1440元 而上限是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2400乘以3 23得6 3412 7200元 老王的工资是1200 1200是这个党 它是低于下限的 所以应该按照下限来 对吧 而这里边给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100 这个就是坑你的 如果你看 你看老王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你想当然的用1200去算 那就错了 因此 那用2400 乘以60% 然后再乘以8% 算出来正确答案应该是C选项 115.2元 好 再看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个项中表述正确的有谁 A说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 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以全额寄入个人账户 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 交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就是职工的缴费部分 职工缴费部分是全部寄入个人账户的 单位缴费部分是寄入统筹账户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对的 B说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 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寄入个人账户 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 那他得交20% 这20%当中只有8%是寄入个人账户的 剩下的12%要寄入统筹账户 所以显然B的说法是错误的 好 C选项说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 交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寄入个人账户的免征利息税 没有问题 正确 D说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比例 交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不得提前支取 这个是原则上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呢 在这儿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考虑了 原则上是不得提前支取的 这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C D 如果他后边给你话车添足 告诉你没有例外 那就是错的 但是如果说不特别强调 那这个原则上我们要判断成 执政学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它的享受条件 两个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个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第二个叫累计缴费达到规定年限 所以这块要求考生分别从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 两个角度来把握 那我们首先搞定退休年龄 退休年龄 一般情况下 看性别 对吧 男六十 女五十 这个应该是常识 同学们但凡有点社会阅历 社会经验的 都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除了男六十 女五十之外 还有一种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人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女干部 女干部呢 她的退休年龄也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 所以她的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岁 好 接下来 如果是从事景下高温高空 以及特别繁重体力劳动 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 我们知道这一类人 他可以办理提前退休 是吧 他们可以办理提前退休 提前多少 男提前五岁 女提前五岁 所以男五十五 女四十五 好 那么如果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公治残 注意啊 一定是因病或非因公治残 如果是因公治残 那这个就由工商保险去管了啊 我们的社保基金 每一个社保基金 都是有自己规定的管辖范围的啊 因病或非因公治残 由医院证明 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那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的情况下 男降十岁 女降五岁 男为五十 女还是四十五 所以记住了 对于女性来讲 最多就是往下降五岁 因为女性本身 她的退休年龄就是五十岁 是吧 你再往下降 多降的话啊 就有点说不过去啊 所以这一块呢 记住基本的退休年龄 男六十女五十 然后记住 介于男人和女人中间的一个人 叫女干部 是五十五 好 接下来 提前退休的两种情形 第一个 就是她从事特殊职业 景下高温高空 特别繁重体的劳动 和有害身体健康 男降五岁 女降五岁 那如果是因病或非因公致残 导致的提前退休呢 男降十岁 女降五岁 男五十 女还是四十五 这个退休年龄就搞定了 别看它复杂 归类去记 记他们之间的数字规律 是比较方便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缴费年限了 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 我们还要求累计缴费年限 满十五年 注意啊 是累计缴费年限 不是连续的缴费年限 说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失业了 没有工作 我这个社保断档了 后来我又找到工作 又续上了 没关系啊 它是累计计算的 好 那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单选题 说根据规定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且累计缴费满一定年限 方可享受 该年限是多少 这就是对累计缴费年限的直接考核 原文考核 时间十五年 选项B是正确的 好 再看一道多选题 说女性职工年满四十五周岁 累计缴费满十五年 即可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 有什么 女性职工正常的退休年龄 应该是五十周岁 对吧 而四十五周岁达到法定的缴费年限 就可以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 是提前退休的情形 提前退休的情形 对于女性职工来讲 无论是因为从事特殊职业 还是因病或非因工制残 她都是只能降五岁 所以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都得选 是吧 A 担任干部 担任干部四十五可退不了 担任干部得五十五 是吧 女干部是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人 从事空城工作 空城是高空工作 这个高空工作跟高空作业是两码事啊 高空作业比如说建筑工人是吧 盖大楼在上面干活 这叫高空作业 高空工作凡是在空中干活的都叫高空工作 比如说空城空解 第二啊 这也属于高空工作 这个 是有的 农药冠装 有的 因病 经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有的是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情况 正确答案 B C 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等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满年限之后 就可以领了 那么基本养老保险金呢 是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的 我们讲了 你交费的时候 单位交的在锅里 个人交的在碗里 而领的时候呢 每个月是锅里挨一勺 碗里挨一勺 共同构成了你的基本养老保险金 注意 基本养老保险金跟工资一样是按月领取的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叫丧葬补助金和遗属抚恤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如果是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 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还是那句话 一定看着因为什么死亡 他是因病或非因工死亡 如果是因工死亡 有没有丧葬补助金和遗属抚恤金啊 也有 但是那个丧葬补助金和遗属抚恤金 是谁给啊 那可不是由养老保险付 那是由工伤保险付 所以一定记得 我们的社保基金账户 每一个账户都有自己固定的用途 你不能乱用 好 第二 叫同时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丧葬补助金 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 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 你不能都领 那么他的遗属只能选择领取其中之一啊 那当然哪个多领哪个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三条 叫参保个人死亡后 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 我们讲了 在碗里的 也就是在个人账户当中的 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 是吧 活着的时候 它是你的 虽然只能看着不能往外领 是吧 必须得达到条件才能领 那也是你的 是吧 如果有一天没了 这个碗里还有东西 那可以依法继承 好 第三个叫病残津贴 参保人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因病或者非因公致残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可以领取病残津贴 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中支付 那我们前面讲了 是吧 如果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公致残 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我们可以办理提前退休 男降十岁是五十 女降五岁是四十五岁 但问题是 如果这个男的是四十八岁 这个女的是四十二岁 怎么办 在男性四十八岁的时候 就因病或非因公致残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了 对吧 那养老保险金还没到退休 能够按月领的时候 而他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他又不能去工作 那你说他这几年怎么活下去啊 好吧 这边就有规定了 说如果参保人还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一种另外的形式给予你 这个形式就叫病残津贴 注意啊 如果是因公致残 他在平定伤残等级之后 可以领取伤残津贴 伤残津贴是由工伤保险来支付的 一字之差 看到了吗 一个叫病残津贴 一个叫伤残津贴 那是引起的原因就不一样了 病残津贴是因病或非因公致残导致的 而伤残津贴是因公受伤致残导致的 所以伤残津贴的金额一定是比病残津贴的金额要高的 而且支付的保险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在养老保险当中 用伤残津贴来混淆你 而在工伤保险当中用病残津贴去混淆你 一定要能看得出来 这个是一个大限定 来看题 这道题说下列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表示中 正确的有谁 A说参保职工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可以领取病残津贴 首先第一个 他是因为什么导致的 是因病或微因工 对吧 那你领取的叫病残津贴 没问题 其次他还得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因为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 你就领洋津贴就行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 两个条件都满足领津贴 第二 参保职工死亡后 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 碗里的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正确 所以说参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满15年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是按月领没问题 而且领取的前提是两个 第一个是达到退休年龄 第二个是达到累计缴费的年限 所以也是对的 那D说参保职工死亡 同时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 其遗数可以同时领取 显然不行 只能选择其一领取 那正确答案A B C 好下一题还是多选题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因病或者非因公死亡 下列个项中其遗数可以领取的 有谁 干嘛死的 是因病或非因公死亡 谁管 谁管 养老保险管 所以这个A选项 一次性公网补助金肯定没有 你看他的名字 一次性什么网 公网公网是因公死亡才有的补助金 是吧 B 遗属抚恤金是有的 C 伤残津贴 对不起 伤残津贴是因公受伤致残导致的 对吧 那 如果是因病或非因公致残 经鉴定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而且呢 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 是可以领取的 叫病残津贴 那个 前提也得是你活着 您都死亡了 这个津贴暗月领的东西肯定也没有 是吧 那活着 有活着的玩法 死了 有死了的玩法 人一旦死亡了 那死者要入土为安 这个叫丧葬补助金 活着的人还要让他继续活下去 所以才有抚恤金 是吧 所以领取的应该是B和D 好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基本养老保险给大家介绍完了 内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但是考点不少 我们一起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在基本养老保险部分 我们讲了这么几项 首先第一个呢 是覆盖范围 基本养老保险又进一步分为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它的覆盖范围是上班的人 但是踢出去一个谁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 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针对那些不上班的人 但是也得踢出去一个 踢出去谁 在校学生 OK 这就是它的覆盖范围 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是讲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组成 它分为单位缴费部分 个人缴费部分和政府补贴部分 其中单位缴费部分 记入统筹账户 个人缴费部分 记入个人账户 记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原则上是不能提前支取的 对吧 然后它有利息 同时免征利息税 同时死亡可继承 这就是它的特点 缴费这一块 从比例上来讲 单位16% 个人8% 这个不用计 而基数 是在当地职工 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60%到3倍之间 一定注意它的下限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这个才是整个基本养老保险当中 考生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而基本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 包括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达到累计缴费年限 累计缴费年限好说吧 就一个就是累计缴费满 15年 而退休年龄要分 是吧 男60 女50 然后女干部 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女汉子 55岁 好 然后接下来就提前退休 如果是从事井下高温高空 以及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 以及有害身体健康的职业的 男将5岁 女将5岁 如果是因病或非因工制残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男将10岁 女将5岁 就完事 最后就是保险待遇 基本养老保险金按月领取 由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分别拿出一部分 丧葬补助金是因病或非因工死亡 遗数抚恤金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如果是因病或非因工受伤 经鉴定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 可以领取的这个津贴 这个名字记住叫病残津贴 这个字也是容易设限定的地方 以上就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部考点了 是没有你 如果是遇见您拥退休年龄之前 请不吝点赞 认识